如果27岁的李健没把这首歌唱 《水木年华》就真的要解散了 2001年当其他歌手都沉浸在翻唱时 刚出到一年的《水木年华》 带着一首原创《沙相乐坛》 并告诉你这才是乐坛的希望 当所有人都以为《水木年华》会狂诈乐坛时 他们却做了一件最后悔的事情 甚至令《卢庚虚》至今都难以忘怀 《卢庚虚》以为李健会在此时放出王诈时 李健却坚决不想这样做 《青春正传》也成了李健 在《水木年华》的最后一首歌 对于自己的创作李健一直都很清醒 因为从他和《卢庚虚》对峙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自己可能会被遗忘 在《水木年华》前往参加商演的途中 每当他和《卢庚虚》站在舞台上时 李健认为这些歌曲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 甚至一度和《卢庚虚》争吵了起来 他说你如果这样 老做你特别喜欢想那样的音乐 干脆你就离开了 如果《水木年华》没有解采 或许他们现在不会这么惨 我当时说我离开之后 所有作品我就不再唱 你们随便唱 我仿佛看见你在人海转流 这段高音一出全场嘉宾都泪了你 2015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李健却是作为补味嘉宾登台演出 因为在其他的歌手看来 如果没有《水木年华》和《王妃李健》绝不会反护 然而面对所有人的质疑 李健却只能将所有的不甘唱在街中 其实早在李健和卢庚虚组建《水木年华》时 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当时还在上大学的李健 便和自己的学长组建了乐队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就推出了首张专辑 之后的《水木年华》更是和无数的大咖动态 然而令他们都未曾想到的事 成名后的他们却逐渐产生了隔壁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卢庚虚所创作的音乐更偏向于摇滚 反而李健却并不想走摇滚的道路 比如他写的歌 假如说李健这歌我写的歌太牛了 然后我一听我不特别喜欢 但我还特别怕伤 我想伤害小孩 所以就是总是为了考虑对方 在音乐上做很多妥协 我这个最不愿意 但令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是 李健却只有一首歌唱哭央视 《水木年华》最火的歌评 啥入不了央视的发言 《一生有你》当中 最喜欢的歌还真不是《一生有你》 而是你自己单独唱的那个 《爱是什么》 2013年在央视的组建节目上 时隔9年的李健带着一首原创 狂炸央视舞台 并告诉我们这才是最好的音乐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可只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 就像李健在歌声中唱的那样 在离开水木之后就是走过年华才被传说 李健觉得音乐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为歌手所创作出来的歌 并不是都能被大众所接手 你在唱片里面 可能某些歌 当时别人会有质疑 就像传奇一样 就像李健说的那样 从03年到10年这七年的时间内 在外人看来李健像是被大众遗忘 但令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是 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歌曲 再次令他走向了大众的视野 就在春晚结束后的那段时间 李健才被众人熟知 或许就像李健唱的那样 在路上总有人渐行渐远 想起多年前夕阳里 终于说再见 那是第一次你说再见 当你转身后 一瞬间尽泪流满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嗎